HELLO,大家好,我是JAY,然後WELCOME TO TRINITY WELL,又一回來到我們這次的模型開箱影片了 已經過了一段時間,since the last step 我們Open了試試到Magician Gold沒有記錯的話 這次的影片來的比較遲點 因為呢就一系列的Celebration Christmas 影片就稍微慢一些 連我們Trinity的Tournament也Delay了差不多三個星期 然後夠少將在這幾天可能就會公布了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Figurai Standard的最新系列是什麼了 沒有錯,就是它 Omega Mon Antibody X抗體 我也是沒有想到覺得 Omega Mon竟然買了很快 而且也就是X抗體 所以不能排除 可能是Alter X Alter B 之類的Omega Mon 我記得也是應該會 可是之前可能會來那些 Blitz Grey Mode Quest Garou Mon 之類這樣的東西 之前來我們的Alter S 之類的東西 所以呢 這次呢我們就來開這個 X抗體的Omega Mon 如果大家有看X Antibody的評語的話 應該就會很細 因為這次 X抗體這個系列呢 也是算是陌生的 尤其是新一代的數碼爆粉絲的話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研究 研究X抗體的 原子什麼東西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正式 進入我們的開箱 好吧 所以Let's go 好啦 這次來我們可以看 它的Box的設計 就 一句 不論帥還是帥 可以講 Vicor X Fender的Upbox 真的是不會讓 成功不對 加上這隻的 Arternaic 一個 Hick呢 也是用著 Gearlan Mon 那種的方式 所以呢 應該會是很美 我覺得 可能還比之前的 它的 設計應該會比之前的更加好吧 而且是這隻的 Omega Mon 它很特別的一個東西就是 它可以跟回之前的 系列的DG 就是你可以 replace它的版 on to Omega Mon 現在我們看看 裡面的東西 一樣啊 這些 最重要是它的Sticker 哇 真的Sticker 是蠻複雜的 你看看這邊 你看它可以講 你可以放 這個Mulandramon 也可以這樣玩 它的Spear 你也可以接 跟它入龍門的圖 透過時候 把它入龍門後面的 Toking Blade 然後過時候 Grey Mon 的 Brave Shield 然後過時候 就 Imperiodramon 我們的Megadeck 的那個 你可以組裝在這邊 就很多 新玩法 就看你要怎樣去玩哦 所以這隻的Omega Mon 的設定也是蠻特別下級的 很期待這個組裝完 會不會是怎樣的 所以 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正式 進入 Normal的組裝 好吧 Let's go 來啦 我們現在就開始 整個 整個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 是 必備的 OK 沒有它的話 真的是會很慘 我們就開始它的頭部 先 布 大概就是這樣 裝好了 這樣久還裝好 一個頭部 講得是蠻不錯 一下子的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 Faster 去後面 然後過時候 就 希望可以裝好 三個鐘頭吧 我覺得應該要三個多鐘頭才能裝完 就希望不要 像之前 像Megadeck Dramon這樣差不多用了 應該四個鐘頭 這樣久 所以呢 就 希望可以速戰速決 然後過時候 我們就看它的結果 是如何 OK OK 來 裝了 差不多三個鐘頭吧 覺得這隻的Omega Mon 真的有點難 因為它的Sticker也是蠻多的 比起之前的話呢 而且是 它的構造有很多呢 蠻 你丟一下子的 所以呢 就裝了 身體起來呢 就總共需要三個多鐘頭 它的皮封 它的CAP 我還沒有裝上 就差不多 我覺得裝下來 可能要四個多鐘頭吧 所以呢 這個就是大致上 Omega Mon的 裝起來大概就是這樣 哇 真的是一樣 很帥啊跟你講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就趕緊做最後 做完它的皮膚 終於把這個 Omega Mon 給組裝好了 因為呢 講真的 就我預期了 它的翅膀會像之前 像 紅蓮騎士獸 風雲 CASYSEL這樣 會用很長的時間去裝 可是這次呢 就 改善了很多 裝起來很快很順手 只是花最多的時間 是在組裝它的身體 它的主體那邊組裝很久 所以呢 大概是用了4個鐘頭 plus 所以這蠻糗一下的 所以呢 就覺得呢 這個 蠻消耗時間一下 可是 整體其實還很滿意 因為它的可動性 真的是很好 很好 他不会像以前像wargrimmon这样真的是很紧然后你很 去 动那种自由发挥你要用什么的 pattern什么的方式呢这个都可以摆得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然后就 不好的一点就是这次的他的sticker多了一点点 就很多个part就很小的就来他的额头上面也是有sticker 然后这边也是sticker只要你看那种青青色的地方呢 就是有sticker的所以呢就觉得的 长期性呢他可能会 没有粘了会开起来所以呢就 就希望大家可能可以用一些粘性的东西来给他粘着永久吧 没有的话呢就觉得他的那些青色的那些sticker呢 就迟早都会 开了起来就不会好看 因为有很多都是要去凹的很多地方都是curved的 形状所以呢就有curved那种的话呢你的粘子sticker那边就 要粘 持久性的就是没有这样好的 就是他的不好的一点 然后so far呢就 没有什么combat因为就可动性很好 整体起来就你要买什么post ok 可以 蛮大致一下子的而且这个omegamon好瘦 ok但是omegamon都是瘦的啦我们今天的review呢大概就到这 边然后so far呢我觉得整体在这个很值得 如果你是数码爆了omegamon的粉丝的话呢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收藏的东西so far的figerize呢都是很值得收藏的因为 价钱又便宜然后也是又是大 值得 就 蛮有一个scale的下子的所以呢这个是onvolveinvesting ok volveinvesting andvolvecollecting ok 所以呢就ok我们的影片今天就到此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给个like个share然后记得subscribe我们 然后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呢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大家会得到通知我希望大家会enjoy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